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扛了这么久的理解 就等你自逃罗网呢 紫器玄黄 严谨忠天 尽我毕生修为 万万世太平 你 既然自断修为 可奔准同归人间 可惜你杀不了我 尽队一定会和你 交到天荒地老 又是这种拯救苍生的吗 看来以后睡前不能熬夜追动太慢了 我去 九点了 完了完了完了 又要迟到了 我的拳琴 我的技巧 我的奖金 哈哈哈哈 我以后再也不好夜了 臭小子 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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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好像很热闹 狠狠的 死胖子 脑袋上没张眼吗 老子的车也敢蹭 大哥 是你突然实现加算变道 我反应不过来啊 还敢盯嘴 今天不给你点教训 你就不知道吗 这王爷有极致呀 兄弟 我不要啊 住手 这位兄弟 火气不要这么大吗 你谁啊 敢管老子闲事 我叫陆黎 提个老师 平时除了教书 最喜欢的 就是教你们这种垃圾怎么做人 我的手 臭小子 今天你算是踢到铁板了 去死吧 你 你 法制社会 你别冲动啊 说的没错 现在是法制社会 回归携带管制刀具 外加故意伤人 你们最好现在就去自首 否则 就别怪我不客气 鸭打 神头一刀 脖头也是一刀 老子跟你拼了 怎么 听不懂我说的话吗 我 我听懂了 对不起陆老师 我这就去自首 搞定 不好意思啊 校长 路上遇到点事 来迟了 没关系 陆老师 反正你已经被开除了 开除 为什么 你看看最近 连一个报名的学生也没有 我留你做什么 拿着这份通知 去人事部办离职吧 那校长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如果有学生愿意来上课 我就不用被开除了 嘿嘿 没错 有学生给我交钱的话 你自然可以留下 没办法 看来只能打电话问问那几个家伙了 好 盟主 目标已经出现了 就在对面大楼十二楼 从左属第三个窗户 不要吵 老娘看得到 英国的亲王是吧 抱歉 你该下线 江总 我们文家也是百年老字号了 您就只给五亿 是不是太少了呀 你们文氏集团 这些年早就被自己人祝空了 要不是看在你爷爷的面子上 五亿我都不会给你 如果你嫌少 那就换别家吧 小姐 龙都的张总来了 说只要你敢出售医职她母亲 价格随便开 让她等着吧 我读书时 不喜欢被打扰 可张家 毕竟是龙都三大家族 就算是他们的组长来了 也得在外面候着 是 老师 喂 我最近要开新课了 你们几个愿意报名吗 愿意 太愿意了 不好意思 我迟到了 江总还真是大忙人啊 竟然连上课都敢迟到了 可能是觉得手里的生意 要比老师的课 重要多了吧 我确实不像两个妹妹 一天天的不务正业 不知道在搞什么 真是浪费了老师的一片苦心 你说什么 故意找茬是不是 有人急了 是谁我不说 这三个家伙 一见面就闹起来了 好了快做好 听到没有老师点你们呢 距离上次讲课 已经有一年了 也不知道你们学的怎么样了 先分别说说自己的情况吧 江洛 你开个头 好的老师 我利用您所说的顶级商业技巧 已经成功让江市集团转亏为盈 而且建立了商业帝国 一统江南 止日可待 听听听听听 我不就教了你怎么算账摆地摊吗 怎么就商业帝国了 我知道你赚钱心切 但不能如此好高误远 做生意跟做人一样 要踏踏实实 一步一个脚印才好 特别是你家这种小本生意 更是要以稳妥为主 原来在老师眼里 江家的产业只是小本生意 学生之错 今后一定会更加努力的 话语你说说吧 是 老师眼睛高深 还是谦虚一点为好 那个 您教我的医术 我已经掌握得差不多了 治疗一些寻常病症 不成问题 胡老 我只不过是看你体弱 教了你一些养生的常识 让你调养身子 你竟然敢给人看病 出了问题怎么办 学生知错了 原来在老师眼里 我引以为傲的医术 根本算不得什么 我是 该我了吧该我了吧 神佳怡根本不急了 这家伙这么殷勤 感觉没好事啊 咳咳 那你说说吧 那你说说吧 老师教我的武功 都融会贯通了 如今的武艺 已真挚巅峰 天下 除了老师 没有人是我的对手 是不是很厉害啊 行了行了 坐下吧 老师你怎么不警告我 说教我的都是普通防身术 不要出去惹祸呢 我说了你听吗 不听啊 我要是收手 谁来毁灭那些坏人的阴谋呀 我就知道 毁灭吧 都毁灭吧 唉 看来你们对自己的能力 压根没有一个准确的认知 哼 那就给我们展示一下 什么是高深的功夫嘛 对啊 我也想见识见识 要是能有一些传世秘法 就更棒了 高深的功夫 传世秘法 这些是什么东西啊 我的头 老师 您怎么了 没 没事 就是老毛病又犯了 那您这次 又想起来什么了吗 只是一些片段 而且一闪而过 根本看不清 要不今天 就先倒着吧 您的身体要紧 三位 今天我确实有点不在状态 所以这堂课就不收费了 不过 我考虑到你们三个擅长的领域各不相同 技巧也难以互通 所以决定 今后的授课方式 改为一人一周 轮流上课 单独 就有这种好事 笨蛋 那我们就变成三周才能见到老师一次了 那可不行 既然如此 我们不如 我同意 我也同意 你们有什么意见大声说 别在那里谢谢思语 老师 您的安排我们肯定会服从 不过呢 我们也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这段时间 我们要注意老师一下 不行 上次你们去就闹到大半夜 把我的床都搞塌了 害得我花了半个月的工资买薪呢 这次绝对不会了 对 我们保证 求求你啦 老师 为了保住这份工作 只能委屈求全啊 好吧 再相信你们一次 快点给老子找 那鸟可是有大用 找不到就麻烦了 我们好久没去过老师家了吧 是啊 一年没去过了 还不是老师总躲着我们 俗话说 男女受受不轻 我自然要与你们保持距离 保持距离 哼 以后你都休想 我们会黏着你的 啊 小路老师 你回来了呀 是啊 今天下班早了点 身后这几个漂亮姑娘 哪个是你的女朋友啊 哪个是你的女朋友啊 您搞错了 她们是我的学生 吴奶奶好 吴奶奶好 那只鸟是不是圆滚滚滚的 一身红 头顶还有根黄色的毛 没错 还怪好看的 哎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那是老子的东西 小子 快把你家毛交出来 不然有你好果子吃 啊 兄弟伤暗物躁 要真是被他捉了去 我一定还给你 算你小子实相 虎哥虎哥 你看那小子后面的妞 翻了个兜 小子真带劲 等等 嗯 怎么了 你可以走 但你身后这几个妞 要留下来陪我玩玩 你给我说话注意点 不然 别怪我不客气 老子从娘胎里就这么说话 不服也得给我憋着 吴个霸气 还是说你想跟哥儿几个练练 我是守法公民 自然不会打架斗殴 不过 给我的学生复习下知识点 还是可以的 话语 三十六药穴中 以凤眼守法击中 能使人肢体麻木 失去知觉的是哪个穴位 虚齿穴 回答证据 我的手 我的手怎么没感觉了 再来 用虎扣手法点击 能让人神志不清 心慌晕闷的是哪个穴位 心砍穴 回答证据 虎哥 小子 你的虎哥做了什么 不过是点了他几个穴位而已 叶玄 当我们三岁小孩啊 干他 行不成行 意不在意 什么 用力过猛 重心不稳 业余 啊 臭小子 看着 招式老土 绵软无力 丢人 混蛋 你找死 背后偷袭还敢大喊 愚蠢 好疼啊 我的腿断了 你也要试试吗 不用了 大哥手上留钱啊 很好 带着你的兄弟 离开我的视线 听懂了吗 是 是 快走快走 不愧是老师 三招两招就把他们收拾了 行了 少拍马屁 你们从这次的事情里 可有学到什么道理 是告诉我们 不要局限传统思维 医术的点学手法 也能用来战斗 不对 是告诉你们 不要觉得自己有几分能力 就肆意妄为 不然 很容易就踢到铁板 不要觉得自己有几分能力 就肆意妄为 不然 很容易就踢到铁板 原来如此 老师这是为我们的安全考虑呢 老师可真是个好男人啊 是小白 好可爱啊 快过来姐姐抱抱 你要去哪儿 你这家伙 没看到我正在做饭吗 我有点不爽是怎么回事 要不把小白绝育了吧 支支 对了 你今天是不是抓了一只鸟 带过来给我看看 小胖鸟 过来 追追 披赤鱼 一家姓 这小东西说不定真是这凤凰呢 嘿嘿 老师你说自己是秦始皇 可信读得比这个高吧 谁 谁 谁 是我 老 老大 你知不知道 哪只鸟是仙师点名药的东西 万一它老人家发火 咱们都得死 对不起大哥 再给小弟一次机会吧 我已经知道东西在哪儿了 那还不赶紧去找 要是再空着手回来 就等着下海喂鱼吧 是 五哥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打是打不过 那就给他来点阴的 猴子 你上次说 你有个朋友是搞技术的对不对 是啊 咋啦 请他过来帮个忙 然后这样 刚才我讲的 你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老师 陆离 你犯什么事了 外面有警察点名找你 找我 为什么 难道是之前监狱为被发现了 放屁 人家是要抓你 说 你到底干了什么 我啥也没干啊 警察同志 就是那小子 陆先生 有人举报你 非法盗猎珍惜野生保护动物 请跟我走一趟 不可能 我老师遵纪守法 你们肯定是搞错了 配合调查 是每个公民殷尽的义务 可是 放心 真的假不了 假的 真不了 立刻联系一下老张 告诉他我老师被人抓走了 是 江总 猴子 你朋友这技术 没问题吧 放心 我朋友视频造假 可是专业的 那些女明星AI换脸 都会找他 警官先生 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 我非法捕猎 我这里有一段 你非法捕猎的视频 我能看看吗 当然 原来如此 警官先生 警官先生 不好意思啊 陆先生 是我们工作不到位 给您添麻烦了 没关系 而且我觉得 您不该批评小马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的确是在拿到证据后传唤的 只不过这段视频被做了手脚 一般人很难发现 不会吧 证据都是经过物证检验课鉴定的 老师说有问题就绝对有问题 我现在联系城里的专家过来复检 不用这么麻烦了 我现在就可以证明 那需要我们提供什么专业设备吗 不必 我目测即可 目测 笑死我了 电脑都监测不出来的东西 这家伙还想有眼 就是 开什么玩笑 老师 需要帮您把他们赶出去吗 无妨 你们几个不信的话 就一起过来看看吧 视频里的第13秒 有个转头的动作 你们看出问题了吗 这不是挺正常的吗 是啊陆先生 我也没看出问题 没看清 那我把速度放慢120倍 看到了吗 这才是真正的嫌疑人 这张脸 不就是你这家伙吗 不是我 肯定是那小子动了什么手脚 这是你们提供的视频 我怎么动手脚 嗯 虎 虎哥 现在怎么办啊 这都是我干的 和他们两个没有关系 你们抓我吧 虎哥 你太多意思了 这两个傻瓜 老大交代的事办杂了 回去也是死 还不如进去蹲班堂 好兄弟 咱们枪胡再现 吴虎哥 我们一定会等你出来的 陆先生 您竟然可以用肉眼 在高速运动的视频里发现单针的错误 是之前有做过特殊训练吗 这东西还要训练 一眼不就看出来了吗 啊 二位慢走 陆先生 您竟然可以用肉眼 在高速运动的视频里发现单针的错误 是之前有做过特殊训练吗 这东西还要训练 一眼不就看出来了吗 啊 二位慢走 我 我的凤凰呢 闲师 再给我两天时间 我一定把它找回来 再给你两天 你可知道 今晚就是百年一遇的吉时 过了日子 我还要那只鸟干嘛 闲师 小的知错了 求你饶了我吧 哈哈哈 饶了你 你只能和你那些没用的废物手下一样 变成红豹肚子里的粪便 不 不要啊 老师做的饭真是百吃不厌 哼 不知道节制 小心长胖哦 哼 你不是也吃了很多吗 怎么了 疫情 没事 我出去活动一下 出来吧 别藏了 有意思 区区一介凡人 竟然能察觉到我的气息 陆离呢 让他出来见我 想见我老师 那得先过了我这关 小妮子 你活得不耐烦了吧 勿死谁手 还不一定呢 试试我的绝招吧 新招 星云腿 新拳 结束了 哼 结束 你也太看不起本座了 什么 他竟然没事 我承认 你的身手不错 甚至比寻常修饰还好 但连道法都不会 也只能是一只蝼蚁 道法 那是什么东西 持我一张 这是什么东西 打命来 该死 这家伙的招式闲门得很 完全摸不到啊 小东西 无处可逃了吧 乖乖受死吧 小伙子 你也太没素质了吧 大半夜的 不仅噪音扰明 还要破坏公物 老师你小心 这家伙很危险 你就是那个抢了我鸟的家伙 我可没抢 是他自己来我家的 不受无益 受死吧 你还真是 迟迷不悟啊 什么情况 这小子竟然毫发无损地揭下了我这一拳 还是拔都拔不出来的那种 你给我放手 向我的学生道歉 我就放开你 你做梦 魔气冲击 这感觉 能抵挡住我的拳法又如何 我的魔气可是无孔不入的 等着慢慢痛苦而死吧 我的头 我的头好痛 不好 已是开始模糊了 这是什么地方 好熟悉的感觉 你终于来了 你是谁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这怎么可能 好 看来 你的记忆还没有恢复 那我就帮你一把 混沌初开 你是天地赋予的第一位真神 你曾带路灵魂 远征赤友 也曾斩杀过上古蛟龙 世人皆称你为 无极先尊 十万年前 魔气氢染三级 生灵涂炭 你设计暂去一身修尾 才给时间带来一切生机 现在 你想起来了吗 怪不得我一直在做同一个梦 原来那是我的过去 既然你都记起来了 就快回去吧 我们的徒弟还需要你 老师 老师你醒醒啊 别费劲了 他不过一介凡人 被我魔气入脑 只有死路一条 混蛋 你骗了 给我老师待着去 一条 一条 快 快去救老师 放心吧 交给我们吧 喂 那个不男不女的家伙 我已经报警了 识相的赶紧走 可笑 我堂堂摩修 还会怕几个警察 那我呢 老师 你 你 你怎么活过来了 你那不入流的魔气 对旁人些许有用 但对本尊来说 不值一提 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 真正的实力 步履玉帘 登天阁 玉缠摇摇 赵寒秋 我携云中一旅月 一箭光寒 十四周 竟然可以动用日月之力 你究竟是什么人 你 不配知道 老师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您刚刚用的是什么招式 我们怎么从来没见过 那是我过去常用的招式 刚刚想起来了 就顺手使出来了 过去的招式 您的记忆恢复了 嗯 快给我们讲讲你的过去吧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先回去 这个尸体怎么办 不必管它 它本就是魔气化形 过不了多久 自会消失的 老师 喝茶 嗯 叶青的身体如何了 脉象已经平稳 没什么大碍了 放心吧 我皮实着呢 老师 刚刚那究竟是怎么回事 啊 你指什么 老师的身份 那个人是谁 魔气和仙道是什么 你们的问题真多啊 慢慢说 我们很有耐心的 没错 一个一个回答就好 那是数万年前 我还尚未失忆之时 等等 我有点乱啊 数万年前 老师爷 您到底多少岁了 嗯 活得太久了 已经忘了具体的年纪 那您岂不是 见证过历史的更替 王朝的兴衰 嗯 不错 一路走来 有很多人和你们一样 也受过我的点拨 比如 姓银那小子 银 难道是秦始皇 没错 他一统六国后 想多活些时日 还专门派人东渡 找我求长生之道 但他先天一气一散 一身力气结束 我便没有见他 我的天哪 流传千年的故事寻浮寻仙 寻的就是老师你 所以老师 您是仙人 嗯 可以这么理解 我的仙人哪 好耀眼 看一眼都觉得冒犯呢 你们两个够了啊 那老师为什么会失忆呢 这个嘛 就要从仙魔两界的恩怨说起了 当年魔尊 寄予仙界雄厚的资源 名战不成便上暗招 趁我渡天劫之时 他闯入仙界 将魔种放入灵脉 一瞬间 天地间所有的灵气 都被魔气所感染 众人不察 吸收好道心不稳 无数修饰 从火入魔 为了保全众人的性命 我自费全身修为 才将魔种消灭 驱散所有魔气 坠入凡间时 失去了所有记忆 刚才被外面那家伙 释放的魔气刺激 才让我又重新想起了一切 原来是这样 老师 那你这些年 一定很辛苦吧 呃 那倒也不是 这几千年 我过得也挺轻松的 既然如今 老师已经恢复记忆 接下来 您准备做什么 当年的阴谋被我阻止 魔尊定然不会善罢甘休 经过千年的酝酿 现在应该是准备捐土重来了 所以我打算 重新修炼 飞升仙界 斩杀魔尊 虽然听起来有点学患 但感觉好帅是怎么回事 如果是老师的话 一定没问题的 我们能陪您一起吗 没错 我们也想修仙道 战魔界 当然可以啊 嗯 但如果是修仙的话 就要重新为你们指定修炼计划吗 需要很久吗 不会 一个优秀教师的备科速度 只需要一晚上即可 你们先回去好好休息 明天一早 咱们就要开始特训了 是 你们几个道的还挺早 来领你们的修炼功法吧 叶青 这是你的 我想来想去 觉得你还是继续修炼五道 是最合适的 谢谢老师 华宇 你的一道也不错 等时机成熟 我就带你去继承神龙那小子的传承 是老师 江洛 这是你的 我为什么会有两份 你擅长经商 按理说该修财运 但此道上限太低 因而你还需要兼修卦象 最终坚决天灵神算之能 正灵宝天尊 将太公之道 按照我的计划 如果一切顺利 你们三个将来会成为 天算 一仙 和五尊 按照我的计划 如果一切顺利 你们三个将来会成为 天算 一仙 和五尊 好厉害啊 我是五尊 神龙传承 醒一醒醒一些啊 那些都是后话 现在你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 炼体 什么意思 让我们锻炼身体吗 人出生以后 先天仪器就会逐渐流失 长此以往 灵石也会逐渐闭色 直到再也无法感知灵力 炼体 就是为了打通闭色的灵石 以便重新吸收灵力 那具体要怎么做呢 我已经为你们量身定制了一套炼体诀 按照法学修炼 很快就能搞定 感觉整个人都安静下来了呢 筋骨也舒展开了 为什么我这么累 要受不了了 老师 能不能先休息一会儿 不行 你经商多年 沾染陈氏之气最多 是最需要锻炼的 叶青 你来帮她 嘿嘿嘿 老师放心 我一定会帮她全部做完的 你不要过来啊 痛痛痛 不 老弟 感觉整个人 都快要散家了 很好 趁着你们此刻临时活跃 再教你们冥想 试试感受灵力 是 一望五感 专注于第六感 不听 不是 不问 不嗅 不处 不见山水 方可见真天地 老师 我感觉到了 你们两个呢 我们也感受到了 很好 睁眼吧 原来灵力是这样子的 像风 又像云 呼吸起来 让人感觉浑身都热热的 像是浸泡在温泉之中 除了修炼 吸纳灵气 你们还需要定期服用丹药 来巩固修为 老师 您炼丹需要的材料 就交给我天一格吧 好 我列一张丹方 你暗方抓药即可 咦 话语 你身上沾了什么 好黏啊 这是什么东西 洗经法随 自然会伴随 体内义务和杂质的排出 多经历几次就好了 好恶心啊 我要去洗澡 好强的灵力波动 怕不是方圆几公里的灵力 都被老师引来了吧 摘掉眼睛之后 老师好像更帅了 要是 我能 话语 您可是修行遇到了什么难题 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来给您送药材的 你要的东西都在这儿了 不错不错 一看就是你精挑细选过的 可是老师 这都是一些普通的常见药材 真的可以用来炼丹吗 只靠它们肯定不够 还需要一位名叫 天香水莲的药材 作为药医 老师 这位药材 我只在药点上看到过 恐怕不太好找啊 放心 我已经让江陆去想办法了 应该很快就能有结果 老师 我找到天香水莲的消息了 哦 在何处 无成白甲 我已经搞到了邀请函 咱们随时可以出发 邀请函 嗯 白家老爷子得了怪病 广发英雄帖 邀请杏林高手齐聚一堂 为老爷子会诊 若有人能治好老爷的病 便可在白家任选一件宝物 作为答谢 白老家主的病症 我先前也有所耳闻 终日常睡不醒 却查不出任何异样 别紧张 就算你治不了 还有为师呢 老师这么说 我就不怕了 嗯 白家的会诊安排在什么时候 后天晚上 好 咱们这就去把这朵天香水莲 迎回来 老师 我们到了 这就是白家的庄园 西云阁 这白家可真够有钱的 却安能在市中心弄这么一个庄园 毕竟是百年世家 这点底蕴还是有的 嗯 江露 她竟然也来了 我身边跟着的小白脸是谁 医生吗 应该不是 江氏集团的医生都是女性 那就是难办了 混蛋 哪来的臭小子 也敢跟我强女人 哼 真当我叶家是摆设不成 江小姐 好久不见啊 叶二少 有事吗 打个招呼而已 你旁边这位兄弟很是面生啊 在下是京城叶家二少爷叶良辰 敢问阁下是 陆离 普通教师 哼 这种身份 也配站在江小姐身边 好玩 咱们将此人赶出去 在下是京城叶家二少爷叶良辰 敢问阁下是 陆离 普通教师 哼 这种身份 也配站在江小姐身边 不玩 咱们将此人赶出去 姓业的 陆老师是我带来的贵客 你不要胡来 江陆 我是为你好 他一个普通教师 根本配不上你 叶良辰 今天我来这儿是有大事要搬 没时间跟你斗嘴 请你让开 你口中的事 不会是给白老爷子治病吧 如果是的话 那你们算是白跑一趟了 为什么 因为我请到了孙神医 少爷您找我 福天之下 就没有他治不好的病 你们还是乖乖的回去吧 这位孙神医 乃是药王孙思淼的第十八代传人 哼 孙思淼那小子在世 都不敢说这种话 也不知道你哪来的底气 竟然看不起我仙祖 你家老祖终生追求 朱病皆有药食医 即使到了暮年 仍认为自己医术不够高明 从未被名声所拖累 可是你呢 尽借药王之名 四处孤鸣钓鱼 赚取钱财 小子 我不与你做口舌之争 医者是靠医术 咱们并床前见真章 好啊 那就走着瞧 感谢各位远道而来 为家父诊治 你们手里的 是我父性身体的各项检测报告 希望对大家的诊治有所帮助 呃 从数据上看 白老爷子的身体十分健康了 这是无症之病 该从何下手呢 诶 你看出什么问题了吗 没有 从报告上看 老爷子身体十分健康 只能等接下来的面诊再看看了 华医生 马上就轮到您了 请准备一下 好的 江璐 你们居然还没走 还未面诊 为什么要退 等下被人扫地出门 你难道不会觉得丢人吗 有我师父在场 被扫地出门的一定是你 好好好 我倒要看看 那臭小子有什么本事 你们是最后两家了 这边请 为了不打扰治疗 两位大夫可以进去 剩下的人 麻烦在外面等待一下 老师 那我去了 敬礼而为就好 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甜甜的味道 好像有点爱 原来如此 我知道白老爷子的病因了 怎么样找出病因了吗 没有 老太爷脉象平稳有力 经脉畅通 完全不似有恶极的样子 不必自责 病灶并非来自老太爷体内 你看不出来也很正常 呦呦呦呦 你还说上 能力不行就是不行 别给自己找借口 混蛋 怎么跟老师说话呢 不知夜少 那药王后人可找到病因了 那是自然 我们不光看出了病因 就连药方都裂好了 白先生 您按照我这房子去煎药 保证半天之内 白老太爷就能苏醒 太好了 谢谢孙神医 我正就去煎上 我可以看看药方吗 当然 白纸一千 千里光二千 玄冥粉一千 仓术一千 哼 此方绝非治病良药 而是一记强行催动气血逆行 逼迫病人回光返照的药王方 孙医生 他说的可是真的 他 他胡说 若早知孙思淼后人有此操行 我当初便该绝了药王一脉 啊 孙医生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臭小子 说我们这是害人的方子 可有证据 当然有 孙神医 我问你 这白老太爷得的是什么病 你这药又对的是什么症 他一个夜校老师 懂什么治病救人 只要我咬死这药能够医治白老太爷的病 这小子绝对拿我没有办法 老太爷得的乃是上古奇极 磕水症 而我这药乃是药王家千金方中的秘传 专治此症 绝无副作用 你一个夜校老师 自然是看不懂 哼 可真是厚脸皮啊 既然是你说没有副作用 不如你就亲自试下药吧 我不喝 我又没病 这不是良药吗 你害怕什么 还是说 你知道这药喝下去 七日后 便会耗尽受冤而亡 什么 孙神医 你必须给我一个解释 白少 你千万不要信他呀 他这分明是胡言乱语 好 那请问 千金方上是如何将此病判为 磕水症的 那本古籍年代久远 我 我记不清了 记不清了 我看是你还没编出来吧 我告诉你 千金方中根本就没有磕水症一说 那本古籍年代久远 我 我记不清了 记不清了 我看是你还没编出来吧 我告诉你 千金方中根本就没有磕水症一说 这位小哥 你如此笃定 莫非是已经看出了家父的病症 白老太爷并非是得了病 而是 中了骨 中骨 没错 此骨名为迷魂 中骨者身体如常 却一睡不醒 而且周身还会散发出 一股淡淡的花香 是这个味道 家父昏迷之后 我就有所察觉 起初还以为是幻觉 没想到这是真的 先生可有办法救我父亲一命 那是自然 太好了 我这就去问先生 准备手术室 手术室就不必了 华宇 你来给我打下手 好的老师 你服好他 天地玄宗 万气本根 广休万劫 正无神通 竟然是用灵气解骨 难怪老师总说 我的医术只是皮毛而已 原来真正的高手 是能够使灵异相合的 小心 蛊虫出来了 爸 你可终于醒了 你感觉怎么样 还行 就是身子有点穴 我这是怎么了 您中了骨 昏迷了好几周了 竟然 真的治好了 孙医生 现在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我 我 我知道错了 求先生给我一次 改过此心的机会 认错就行 我告诉你 行医之人 当以德为先 你若再存害人之心 我就替你家老祖 清理门户 是 是 先生大恩 请受我一拜 使不得使不得 老爷子 您昏迷之前 是不是去过南疆啊 南疆 我从来没去过 不应该啊 这用过的手法 明显是出自南疆 先生 我父亲确实没有去过南疆 但他的几位老朋友 曾经去过 而且现在也昏迷不醒了 竟然还有其他受害者 你可以带我去看看 这些昏迷的病人吗 我听说 他们几位好像被监虚地精治疗了 现在恐怕见不到 这